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擀面皮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近日 其中冯拱与徒弟之间搞笑的对话 引发网友热议 视频中 冯拱站在位 他穿着一件大红色马甲 整个人看起来喜气洋洋 而他的两个徒弟分别站在冯拱两侧 认真的学习如何包饺子 冯拱一只手拿着擀面杖 一手摊开面团 认真的准备开始擀面 不一会儿 冯拱就已经擀好几张面皮 动作快速且娴熟 可以说十分专业 面对着镜头傻乐 他在冯拱包饺子之余 还与冯拱聊天想逗他开心 白色衣服的徒弟捏起饺子皮 冯拱停下手中的动作 莫为 给观众们送上冬至的祝福 有夸赞师徒氛围 好好温馨 还有觉得冯拱擀面皮太搞笑 冬至是我国的重要节气之一 吃饺子也是流传下来的传统习俗 不仅是冯拱 李小冉吃饺子时非常有仪式感 只见他身上穿着暖和的毛衣开衫 装扮整齐 端坐在桌子后 他备好了咖啡 陈醋和蜡烛 才开始加起饺子开吃 自己在一旁的沙发上看着他吃 煮饺子 只见煮锅旁边的灶台上 摆放着砧板 应该是放置饺子的地方 台面上有些凌乱 甜心一点一点把饺子捞上来 然后加上配料 我们甜心排的饺子虽然不太成型 但是看中间的料还是非常丰盛的 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的食欲呢 王俊凯也晒出了自己吃饺子的照片 只见他身穿褐色西装 应该是在工作的间隙 摆上了一盘饺子 吃相也是非常斯文啊 冬至一到 距离明年就已经不到一十天了 今年实现了什么目标 又还有些什么遗憾呢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赶面皮 有了解了吗